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关于管理的含义 首先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 所以管理是管理者进行实施的 叫管理者他要进行管理要处在一定的环境里面 就是管理者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了 我们实施的管理是要有一定的目标的 所以说我们做完理的目标的目标 意思是在领域实现特定的目标 这期间我们要动员和运用有效的资源 来干什么呢 来进行做计划组织 我们是控制领导等社会活动 我们实施的主体是管理者 另外我们处在一定的环境里面 这是我们实施的一个条件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是为了实现特定的一个目的 就是我们做管理不是想去做就随意去做的 而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这个目的 这期间动用资源也好 我们要进行的主要的追逐的结果 其实是它的管理的智能 我们要把管理的智能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是计划组织控制领导 这些就属于管理的智能 学习下关于管理的性质 管理的性质 在学习管理的性质之前 请大家先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学知道的管理的含义 管理的含义 为什么让大家回顾一下管理的含义 其实管理的性质 就是从管理的含义里面提取出来了 那么通过这个含义 我们提取了哪些管理的性质呢 第一个管理是做什么的 是实现特定的目的的 所以说管理它的性质之一 就是具有管理的目标性 管理具有目标性 第二个 我们实施管理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实施 不是对吧 今天我们讲课 其实我和学生进行这个课堂的一个管理和学习 所以说管理的第二个特性是 具有组织性 好吗